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M.I.H.K. 和老鸥一齊和俄良茂先生一齊做节目 你好啊,老总 你好啊,老鸥 我们天气冷了,下雨濕濕 现在有阴寒 所以都是维持室内的大家做节目 希望下个星期可以大放光明 可以暖一点 年纪大,机器坏 濕了,很难过 影响一些基检运作 所以大家见谅 是啊,千万不要濕濕了 老总,请教你一个中文的诚语 什么叫淫与飞飞 哦,这个字是很正当 淫者 即是无节制 淫与飞飞即是落雨落到 妈妈都不认得,落到飞沙走石 淫字就和淫荡是无关的 OK,吓死我了 你千万不要乱猜猜忽然想 我怕上淫乳的时候就淫荡起来 真的不妙 从那些人被你寒淫掉 淫乳即是是落得太多 加上是长命乳 所以就是淫乳飞飞 希望你们也没有见淫什么心碰 明白,明白 今天就學到東西了,跟老總一起在一起,中文水平也多,我們是香港人家說的,不是說明解字 其實我真的覺得應該趁你可以和大家做網上的節目分享的時候,祝你多解一下中文,我覺得這個節目是可以有場的 不過我告訴你收視必低 是 講中文,我試過有條片講那些共產中文,其實我們都講過 也都講到我們的行文用字,用字顯詞,特別和新聞有關那方面,是收視很低的 這些不是大眾關心,不過有機會大家都可以交流一下 免得用字用詞,其實就會放錯了訊息,收的人收錯了你的意思,就引起誤會 小則是口角,大則是兩角打仗的,是不是 現在你看到香港的新聞處,用字加上香港的媒體,那種墮落的程度 連那些中文那麼屎,那麼水皮的人都慘不忍道 經常都說出行,那什麼叫出行呢?一出就行 就是我都很明白為什麼我們以前有些外訪啊,出門啊 這些這麼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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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字 也都是一聽就知道說什麼的字 為什麼不用?是要用那些共產黨的蒼蠍做字 是不是?就是我們很批頭 廚所啊,場所不行的,場地不行的 為什麼一定要反過來說呢? 因為真的很令我,真是深刻和破壞了傳統中文的一些優良的傳統 廚所這個字就不賴得共產黨 這個字是英籍時代,那些師爺就翻譯那個Premises 這個字是一個法律用字來的 就是等於一個地方,包括你家裡,包括辦公室 包括任何的一些建築物,有些位置,有些建設在那裡叫做場所 但是你不知為什麼當時的師爺就叫做處所 它就是可能是居處啊,場所啊,想包羅萬有 這個就不能夠共產黨 不過我們今天開播講的題目呢,就要入共產黨數了 沒錯 就是關愛,關愛這個字是共匪中文來的 我們中文在香港從來都不用關愛這個字 會關心,會愛護,會關懷 關愛這個字呢,是共產黨專用術語 也都是在大陸裡面,經常都有關愛,他們有關愛座 我知道台灣也好像有關愛座 但是呢,香港呢,一直都叫做關懷,關心,愛護 照顧啊,照顧啊,照顧啊 我想問一問你了,可能在這個時候 我們有很多五毛的契弟就進來了 關愛,一聽就明白,又關心又愛護了什麼錯啊 你們兩個雞蛋裡挑骨頭,共產黨的東西 任何東西都在你眼中都不是好 中國的東西都要罵 那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關愛不要是一個共產黨的匪語呢 因為一個自知選,一個持之用 往往牽涉到使用者的意識形態 以及背後那套選擇的哲學 所以謹慎用詞,其實都是我們自己 給別人的一個形象 就是很簡單 剛才你說中國嘛,反正中國都反對嘛 錯! 中共而已,中國不制於中共 所以我們隨便用中國呢 就是其實幫共產黨是奇劫綁架了中國 它只不過是一個黨來的嘛 我是反對中國的 但是我那個國字呢,我裡面不知道是個王還是玉啊 那個國我是很反對的 那個呢,就是特定指共產黨 但是呢,真正的繁體字呢 裡面不是做個王字 或者叫玉字 那個是日本字改過來的 是一個簡體字 我們不說這些 因為你說中國,大家都意會到一個繁體字的中國 所以呢,最簡單直接就是中共國 就很清晰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裡面所管轄的地方 或者簡稱大陸 那關外隊呢,現在香港準備成立 兩支,就是說好像荃灣和南區 搞兩支實驗的 跟著,將會全港按照區議會的那些 細區分分到452隊 香港的代號叫做152 現在呢,關外隊呢,就準備 將會幾年之後呢,變成452隊 挺好意頭,死不容易 死不去 死不去 這個關外隊呢,路鶴 我就開波跟大家解釋 就是政府要出錢 民間要出力 這個民間其實是共產黨後面操盤的 要搞關外隊 實際上呢,我想告訴大家 是想取代區議會 第二呢,是搞舉報文化 第三呢,是監控全香港的各個小區 是無死各監控 是將共產黨那套報告 打小報告文化 推到全香港 而且是用這個關外隊的方式 是摧毀香港公民社會 所以,這個東西是相當之邪惡的 不要看到關外兩個字 大家就覺得 哇,愛護老人 其實就是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關外隊是執行這個任務 其實根本就是沒有邏輯的 你有區議員 區議員每個月的經費 其實呢,很大程度上 都不夠做一些支援地區 譬如有時候在疫情的時候 口罩啊,酒精啊,清潔用品啊 如果靠他們微博那些津貼啊 出糧啊,其實區議員 就是捉金見找的 那為什麼這麼多的區議員 都可以在蛇齊餅種啊 或者在一些物資上 支援這些老人家 或者弱勢社群呢? 那是無他的 因為他背後有一些政黨 就非常之有錢 而背後的政黨 當然就是錢是怎樣來呢? 那就是可以一集來講的 但這個我不深究 譬如文建聯啊,工聯會啊,經文聯啊 或者全部這些想玩地區的 其實他們的黨也有一些支援 甚至一些垃圾局議員 用他們的一些 心水啊,或者他們的資源 去資助他們支持的一些區議員 好了,現在你看回了 現在這些所謂的十八區區議隊 十八區關內隊 每個月,他們現在在說 每年有八十至一百二十萬的支援 每一隊人大概八至十二人 那其實這些錢 你如果把它全部投放回 在區議員的津貼裡面 區議員可以請多些人的 或者他可以把這些錢 自由運用 去買物資 去幫助一些弱勢社群 或者一些老人家 小朋友 有補習 whatever 他們可以讓他們自由發揮做一些事情 好了,現在要硬要弄多一隊出來 區議員的能力 就變成了 跟其他關內隊的人 互相複補了 其實就是 這個是沒有意識 就是沒有意識 以及欠邏輯的一個做法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我就在我的推演裡面 這個不會第一時間 將這個區議會消滅 你後面是不是在聽音樂 不是 是 有些小區的清潔工人 在這裡 在這裡做西門催業 OK 但是關鍵是 如果你有關內隊 這群的關內隊 以後 你不列明它 不准參選任何區議會的選舉 但是他們就經常進屋 經常見到街坊 到他們將來 走出來 要參選的時候 又經常派東西給你 又幫你忙 又幫你忙 又幫你忙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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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變相也有機會一起去戒票 同時之間 你不要忘記 我們有些地方是黃色的區議員 就算不讓你DQ 或者不是親建制 我們還要面對政黨派人出來參選的區議會 換句話說 一定程度上 戒了你的票 又或者跟你繼續去互相競爭 而政府的贏面就很大 不需要殺了這個區議會 區議會 但是 它已經十拿九穩 肯定贏的次數就很多 還有 整天洗樓 每一層樓裏面 那些住戶的Nature 質素 特色 它全部療餘指掌 基本上就是免費 因為拿了牌 進屋 去做這個洗樓工作 以及拿齊了每一區的Database 當然 你說那些監控 建議織布 就不在話了 這樣駕藏碟屋 要花這麼多公帑 每一隊 每年都可以花到一百萬 那就是說 那些隊員本身就是利益受惠者 第二 為何要用關愛隊來取代區議會 其實就是想把北京的朝陽大媽 朝陽大叔搬來香港 就要成立香港式的街道委員會 和香港式的居民委員會 這種初刑 其實就是社會監控的實體版 然後跟著就進行舉報 進行去起底 這一種是侵犯居民私隱的行為 是中國共產黨最PK的做法 完全無視你的私隱 我一拍門 你就要開門 我來關愛你 用這樣的所謂關愛之命 直踩你的私人空間 我覺得這個這麼邪惡的做法 就是加上政府用公帑去做 加上那些隊員 老鵝 是要接受愛國審查的 老鵝 這個是真正邪惡中的邪惡 真是很邪惡 他用公帑去關愛你的私處 你說多糟糕 是啊 侵犯私人空間 關愛你的私處 政府公權力 直踩你的床 進入你的睡房 然後知道你裡面 哪個黃哪個藍 哪個綠 哪個狠 哪個狠 喂 現在你是所謂關愛什麼弱勢社群 什麼長者 或者是那些關寡孤獨 就是用這個名義 直踩別人的家 我覺得這個政府本身 是已經對公民社會 是完全不尊重 完全不尊重市民的私隱 因為如果真是政府 現在政府不做 就找民間的勢力 因為政府做是公權力 是會被平擊會 或者是被私隱專員公主 就會平擊的 但是他現在就透過這些這樣的 經過審查的 愛國掛稅的關愛小隊 就直接進入你家 你說香港什麼世界變成 我們現在的劏房已經是佈禁迫劫 我們住的地方已經這麼狹窄 你狹人籌 還要把關愛舉進來 成何世界啊 我聽到這個東西 我真的覺得 一點愛心都沒有啊 如果大家不知道情況是怎樣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今年四月的時候 上海封城的狀況 那時候呢 很多那些所謂的大白呢 就是這些街坊保障 所組成的團隊了 那好啦 那我一直看到 他的演變的狀況呢 哇 拉人封艇啊 封人家的這個門口啊 不讓人進出啊 那這些所謂的關愛隊呢 到最後呢 就得到政府的endorsement 政府的審批 政府認可了去做街坊保障之後呢 中國人最忌忌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權力 中國人是注定不可以有權力的人 因為任何的權力交到他們的手上 就會用一件事情 就叫做濫權 沒錯 然後呢 他就運用這些權力 在街坊裡面作威作福 正宗的陀地啊 是不是 就是以前那些的陀地啊 然後你不聽他說 哦 你不聽我們政府的關愛你啊 是不是 跟著又 又醫又路 是不是 你不遵守政府的防疫規則啊 那你就見到上海 出不了門口 有病 沒有得去醫 是不是 派發這些的食物啊 資源的情況之下呢 亦都有親疏有別 這個的厚恥薄屁 那你就會見得到 當權力下放了給一堆政府認可的人 而這堆人是未得到你和我之間的這些授意 而他壟斷了政府給他的資源 利用他們的權力 作威作福 和胡假虎威 令到你們在生活上的私隱啊 權利啊 受到侵犯 這一個就是大社會走的方向 我覺得絕對合理正確 而這個關外隊啊 就是搞到區區都總有一隊在左近 我覺得呢 其實就是整個共產黨在2022年和2023年開始 是徹底改變香港的社會契約的生態 將原有公民社會的社會契約的關係 完全是顛覆了 就將公共空間盡可能消滅 然後就將私人領域盡可能侵犯 這個關外隊本身呢 就是共產黨 我再說下去 你們都會害怕 其實是共產黨進行著 人民鬥人民 搞著群眾互鬥 互鬥之前就互相監視 互相舉報 然後呢 而關外之名呢 就是互相起了你們的底 知道 原來這一家人 那個叫做歐陽什麼什麼的 那個胡蘇仔原來是黃絲來的 原來他家裡的親戚那個 那個姨媽姑爹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啊 那個那個就是藍的 起了你們的底 第二時要進行社會操控 要進行社會信用體系的時候 以至到數據大數據要運行在香港 現在已經整個街都是那些攝像頭 即是所謂CCTV的了 再加上入屋 做了紀錄 這個什麼地方 是不是人不適合他居住啊 我都要看一看 他怎樣去crap某一些的法例 因為現在香港呢 都是有很多的私人屋院 私人屋院的業主立案發團呢 其實就是有權阻礙 警察進場 警察都進不來 除非你的warrant 是不是 好了 這些關內隊 進不進到這個私人屋院呢 我們就要看他們怎樣去trist那些law 或者是怎樣 就是bipass一些的 約定俗成 就是你不可以 沒有經業主立案發團子進去 那麼我要看看這件事情 但是人鬥人的這件事情 就絕對有可能了 當這些所謂的關內隊 將來侵犯你的私人 阻礙你的行為 限制你的行動 就自然有磨擦 磨擦起來 就是傷害不好 就隨時有肢體碰撞 其實做這些魔鬼的跑腿 就是非常之弱智的 因為 你拿得多少 多少好處呢 一個團隊 八至十二個人 每年都是八多萬 就是每人都是十雞不到 是不是 你都要掉一些出來 不是吃光的嘛 大哥 那你想一下 雞稅這麼多的錢 然後跟著犯不著 你就要隨時被人欲罵 嘲笑 捏捕你是契弟 跑腿 甚至當你政府 推一些政策 或者要你去執行的時候 犯眾真犯眾怒 你被人打 扔屎 扔垃圾 何必要搞賤自己呢 但是的確 有小小人 因為有些餅碎 狗糧 雞骨 就會分身拼命 沒辦法 中國人的民族性 就是如此 你說到這個已經是很高張了 我再說一個低層一點 這些關鍵隊呢 又不是政府的人員 但是他們是受政府的公投補助 就是說政府對這幫人 是當什麼人 什麼性質呢 是工營機構人員 是part time的那些叫做 終點工 還是外判商 因為牽涉到關鍵隊 如果下區 出現了 掛了 受傷 被車撞到 在樓梯上 在樓梯上 政府的利益 是去到哪裡 有哪些人去保障這幫人 喂 老鱷 不要忘記 我剛才計算數 有五千多人 如果成立四百五十二個小區 有五千多 即不到六千 大概五千五之內的人員 是會到處走 登堂入社 若然在他們進行關愛途中 出現了人命傷亡 人身窩持受威脅 那他們 誰關愛他們的保險 誰是賠償 這個有沒有人想清楚 政府有沒有做這件事 老總 老總 很簡單 你跟魔鬼去做交易 你就預算自己人形condom化了 C-O-N-D-O-M condom 避孕袋 用完就即棄 這些 我就不會為他們擔心 你選擇選擇這條路 有什麼風吹吐動 頭暈身 就該你死 不是啦 該你死一件事 但是是一個正常的社會 政府不能夠當他們的第三者保障 他們在執行關愛任務期間發生了個人 或者是跟個人牽涉相關的損失 未必他死亡 未必他傷亡 喂 他可能弄壞人家的事 可能撞毀人家的車 也都可能把人家的私人物件破壞了 他是無心的 那責任誰賠呢 這些是審死官 也都會害死政府 所以政府想到這條絕世屎的事 又沒有想清楚 我覺得是屬於很粗暴的施政決策 完全是不符合香港固有的 一個和西方接軌社會的一些自理邏輯 我覺得關愛人家本身 其實就是害死政府 也都害死這四千多五千多的關愛人員 老總 你實在看不透李家超的想法 他以結果為目標 人命傷亡 官司糾紛 聚重毆鬥 這些是過程 最重要的結果是對關愛隊 所以他是不會害怕的 而政府裡面 基本上 成熟一見 出一見 已經不是這回事 想到就要做 做了又不協調 部門和部門之間也不溝通 是吧 大石就扎死鞋 想完之後 就扔出來 下面你們想好 到有問題的時候 出事 很簡單 現在搞什麼叫做團進團出 還有沒有人說 不行的 是不是 就是 叫做不是團進團出 不行 三個字 一團租 一團租 你見陸陸續續 我們可以說 將來我們留下一個記錄更好的檔案 政府推出的那些口號式執政 哪一件是execute到的 哪一件是不奶焦的 我們可以做一個公開 每個星期 有一個香港人家書的 這個奶焦流行榜 是不是 已經團進團出 已經是死嬌了 對不對 這些關愛隊 一定會出事 根本他們就好像你這樣說 已經缺乏了英國人 人家做brainstorming的時候 帶了一張帽 叫idea 想好一些idea 然後帶了一張帽 就叫做execution 就是大家互相踢轎 做到做不到 然後identify到 做不到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沒有辦法conquer 然後再想一張帽 就是怎樣做這個 糾正它 然後出了一條final的idea 都是幾下 百分之百六十 十六七十八十 所以不會被人挑戰了 就跟著跟下面的員工再溝通 然後怎樣execute 這個動作 根本就在行立會 甚至無在中聯辦裡面 整班有仔 閉門做車 是不是 想完之後就扔出來 一班智商低 頭腦簡單 沒有學識 沒有視野 亂來的弱智 想出來的辦法 根本是work不到 這些人 如果抗收我 要他們進去跟他們 bainstorm 你多少錢都不做 因為浪費我人生光陰 根本跟這些垃圾都談不到 所以關於我們本身 我有九成九的猜測應該不會錯 不是李家超的香港人的團隊想的 是土共 是土共想的 土共再加上中共那些九頭軍師 一拍腦袋就行 十足十習禁令那些 親自部署親自指揮 完全沒有經過沙盆推演 亦都沒有經過 亦都沒有經過內部互相 亦都沒有經過關於責任保險 關於這個軍隊出事的時候 造成了主體上 客體上的損失 政府應該怎樣去處理 就是現在每年 每一對比百萬 到後來我告訴你 引起的利益成本 甚至我們廣義叫做社會 是將會數以億元計 政府很想清楚 這件事 我們香港人家說 本來不應該幫政府 當作這種事件 去幫他兜底 但是我覺得事關重大 因為以關愛之名 其實就是損害香港的公眾利益 到後來是納稅人埋單 是數以十億元計的 利益性 其實我可以估計 很簡單 路惡 關愛隊和居民互貧 街頭嘔鬥 先鮮口 既然沒有 將會極大可能會發生 第二 不讓他入 就從保安 就從這些這樣的 居民委員會 或者互助委員會 就發生衝突 將會無日無之 政府現在就捉蟲捉上身 捉到去 現在找關愛隊來做爛頭嘴 為什麼我們有很好的區議會 有一個很文明的建制 有一個民選的基礎 不去利用 就是利用這些政府 用愛國審查的方式 愛國審查方式 就是人民鬥人民 就是群眾互偶的開始 為什麼有些人 是有資格做關愛隊 因為他在外國 其他人不做關愛隊 或者進不了關隊 那些人不在外國 怎麼可能因為愛國之名 而關愛別人 要關別人 是跟安不外國無關的 是有人類愛才對的 是不是 愛字 在殘體詞裡面已經沒有了我心 大家都眾所勾知的 這件事 這些關愛隊 引發的人民鬥人民 其實他們不是不知道 而是共產黨一直以來 都希望別人不同的階層 都可以做一些階級鬥爭 讀書人對抗這些粗皮的 沒有不識字的市井之徒 有錢鬥窮人 是吧 男人鬥女人 性小眾對一些 籍人 是吧 總之不同的階層 不同的矛盾 在這個社會裡面 無日無日 共產黨就坐穩江山 因為大家不可以連氣 連成之 是吧 共同一氣地對抗這個共產黨 最重要的就是 不同的區域裡面 區區有糾紛 處處有糾紛 是吧 人民鬥人民 就是這個共產黨最開心 那你就聯合不了幾百萬人上街 不會是吧 男女又有互相關為 弄人鏈送物資 送水去救護一些受傷的示威者 因為他最討厭的就是 你全部的七八幾萬的香港人 絕大多數都是同氣連枝 然後反對共產黨 所以無日無知的 先生鬥學生 是吧 然後跟著有錢鬥這些窮人 是吧 不同區域和不同區域鬥 自己的區域都內鬥 那麼共產黨就 不用浪費那麼多的維穩 總之你們都鬥到亂七八糟了 他就在那裡隔山觀虎鬥 助享其成 就是他最希望得到的這些效果 唉 改錯名咯 不是關我們咯 其實是鬥爭隊來的 這班 沒錯 這班是用香港的資源 成立關外之名 實質是進行居民互鬥 其實是敢於鬥爭 要勇於鬥爭 要將香港的社會 更進一步撕裂 所以共產黨這種 香港特區搞這些陰謀詭計 經過我對法眼 再經過我對四眼 太多一清二楚 是人是鬼 無楚逃於我們 四隻眼睛 所以 習近平已經在他一直以來 很多的講話裡面 我真的很不想了解他的底人思想 但他一直都要說 敢於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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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複N次 那你就要知道 他在他的思想裡面 他也是 要挑撥一些族群矛盾 敵我矛盾 甚至 他和其他國家的矛盾 大家要站立起來 勇於鬥爭 在這些人 不懂一個字 叫做Harmony 這個字 和諧 或者是疑和 這兩個字 在他管治下的社會 無論你香港 或者是中國 澳門 都會充斥著這些 淚氣 暴淚 這些不開心的氣場 你看看香港現在 每天都斬油 坐車 的士路 每天都和乘客去衝突 人民的淚氣 不停都有 我可以告訴大家 繼續這樣推下去 香港就不會有和諧 不會有和諧 就不是一團和氣 一團和氣之後 就只能和氣身材 在香港肯定沒有運行 肯定窮到洞 就大精工了 從哪裏學回來的 你都知道 大精工你沒聽過嗎 書到洞 書到洞 大精神 哈哈哈哈 OK 喏 這個關愛隊 看出我們揭了他的 我們將關愛的兩節 解構了之後 就發現共產黨 移植了大陸的文革鬥爭思維 對香港社會進行一種 就是無死角 是無縫式的插入 以至到干預 是將香港人的生活 是要查家閘 利用關愛隊 直踩閣下 登堂入室 這個是一個香港社會 全面崩壞的跡象 用政府的錢來破壞香港社會 這個香港特區 這班土共 已經真的沒有十分之陰質了 那已經不夠錢了 剛剛說抗疫的時候 已經花了二千多億的赤字 現在今年的赤字 也分分鐘 埋單計算 就會輸成一千億 那你還浪費這些公帑 還有這些無縫離頭的事情 政府裏面 是不是覺得我們香港人 賺的錢實在太容易 跳起就可以撿到錢 躺下又可以賺錢 睡著覺 多些錢 和你錢賺錢 是不是這麼容易分得到呢 現在香港的儲備 也燒得 噗噗聲 八千多億的儲備 沒有了二千多億的抗疫 那時候亂來又撩鼻 又買疫苗 又這樣那樣 是不是 現在今年的財赤 也肯定又花多一千億了 一千億了 喂 八千多億 減一減一減一 只剩下五六千億 老總 還有多久捱 三兩年收屁 其實恆振指數 最近三年跌了超過四成 是 大家特別今年十月底之後 到現在都知道恆振指數 過山而已 那現在其實 我最新的資料 就是跌了至少有五分一 跌了20% 是啊 很融的 很金的 是的 那有比這個港股 跌得更慘的 就是香港特區政府的 庫房儲備的水平 就由2020年 講到兩年前 那時候呢 就有高達1.2萬億港元 到今年十月底 現在已經銷剩六千多億元 兩年內就跌了近半 那據Broomberg 即彭博社 綜合十二位經濟學家的預測 香港本財政年度的七次 將不是陳茂波所講的一千億 可能是一千五百九十億 即近一千六億 多六成啊 比他估計 那香港的主要的收入來源呢 只有兩樣東西而已 一是賣地 OK 第一 第二 就是股市那些的離印稅啊 印花稅啊 那些東西 最多的錢的了 那好了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如果再賣地 好了 現在你看到了 香港的樓市 這麼嚴重 有沒有人會再賣高價去買地皮回來 然後接著再發展呢 這是一個大家要拿回家 拿回家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第二 現在是吧 在外國裏面炒的這些股票啊 大家都把focus去了這個美市 美股 是吧 喂 說真的啦 老老實實啦 香港現在的IPO 全部都是一些中資機構 你又不認識他 他又不認識你 是吧 大家都沒有感情的 但是美股 你又經常都說 哎 外圍不好 所以我們都不好 不是啦 美股又創新高 是吧 一直都炒得火紅火綠 那些錢又回到美國裏面 美金又高 息口又高 全部在美國裏面 做一些投資啊 或者是放在他們的銀行裏面 資金 外走 樓市 低迷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收入一跌 好了 那政府的稅收 一定少了啦 那政府的稅收 少了 那有這麼多赤字 那又怎樣了 老總 在各方各面的地方 要加稅 或者是一些情況之下 剛剛才決定了 拍板 在香港 吐口水 撈督痰 丟垃圾 就收你三叉 在那些店鋪裡 放過法寶膠 在門口 收六千 然後呢 撻車 又為你拍車 那些警察就 撻社會 不去抓 劈油啊 那些又不去理 全部就可以去抄牌 狂發告票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 政府是缺錢 而這一種的trend 這一種的趨勢 所有 香港 become a fine city fine 不只是代表非常之好 而是代表罰款的意思 是 become a fine city 以及一個 納稅的國家 什麼的稅目都要加 這個是我對 未來這三四年裡面 香港 必定會發生的事情 甚至 我相信 他們會在銷售稅裡面 著手 想這個銷售稅出來 再考納明目 令到香港人購物 購物 購物 買奢侈品 全部都要付稅 那不是負囊怎麼搞的 喂 你真的搞到萬歲之角 又來向加拿大學習嗎 最大的問題 是香港賣地印花稅收入 就是有減無增 有減無增 是 有減無增 但是政府總開支 就由2018年的 四千七百多億港元 就暴障到今個財政年度的 超過八千億元 你知道你說了 幾年了幾乎倍增 市民怎麼不會見紅 我說不是見紅 會計婦房 會繼續流血不止 我再講一句 我再講一句 給大家知道 現在香港佔最多的 最新2022年的人口普查得到的結果 六十至六十四歲的人 是佔香港裡面的人口 是最大多數 六十萬左右的人次 好了 現在大家都知道 眾所勾知 剛剛我們都知道 離開了香港的這些人 去了英國也有二十多三十萬人 而他們的年齡是說 二十歲到五十歲到不等 換句話說 香港的中樓底柱 Working forces 是吧 我們勞工的 勞工的 最重要的佔據 的人口 離開了 換句話說 可以在他們身上 拿到稅收 製造財富的人 全部已經離開了香港 再不靜止 他們將他在香港裡面的積蓄 全部都拿走 那好了 你現在就剩下一些老藥殘兵在香港 可以製造財富 供應技術 令Working forces 可以繼續行的 火車頭那些煤炭 汽油 Gasoline 全部就抽走 那我想請問 老人家 越來越多頭暈生氣的病痛 蹲下起來 又見頭暈 又要排行 白內障 骨質疏鬆 腸胃問題 只有越洗越多 那我想請問 這個城市 未來這十年八載 怎樣去發揮 沒有外資 地產不蓬勃 股市就插水 人口就是急劇的改變 老弱就銀兵 銀發族就居多 中樓底柱的人 就是外樓走了 那你 我很想知道 你放那些什麼港票 新來港人士 而這群人 也在技術上 受不了香港的火車頭 文化水平 技術學識 完全不銜接 那我想請問 這個香港 怎麼會有運行呢? 很簡單 我用邏輯 用這個常識 以及我們在這麼多年 在香港 所見所聞 就已經看到了 我不知道這集的官 怎麼回答我老惡的 香港市民的一個提問 回答不了你的 回答你就不是港官 這群港官就是不會回答 只會花錢 實際上現在那些大鱷 已經開始沽空說完了 準備在那裡壓著聯繫匯率脫鉤 所以 內外都受壓 走人的人潮呢 就是剛剛開始 剛才你說的 那些新力軍都走了 賺錢那些不是走了 都走了一大堆 就是中流底住了 而留的那些呢 就是花錢的 還有要照顧的 那些老齡化社會 那這方面呢 看來港府就是望天打掛 到最後呢 就是要國家打救 就是現在香港 變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扶雷 就因為共產黨 將香港打爛了 本來香港為它生金蛋 現在呢 一顆蛋都不餓了 又不會和你的人口增加 不僅僅人口老化 所以 就是這樣 就像你說的 香港的財政儲備 就像小孩子玩砸砸一樣 越玩越小 我有兩點要補充的 第一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經過和我的團隊 不停的研究之下 我覺得香港的 這個美金的脫鉤 是脫不了的 因為它沒有其他的國際貨幣可以掛到 因為人民幣這一輩子 都不會國際化到的了 那就是詳情為什麼 大家上網看書 總之 人民幣是不會國際化到的 因為它是一個不可以自由流通的貨幣 如果要自由流通 它一定要放棄一件事 就是高息口 即是它的息率 它不可以自己控制 還有這個貨幣的 這個升值 貶值的這個程度 它隨便有一件事 它要扔出來 如果真的流通了之後 人民幣就貶值到媽媽都不認得 全中國裡面的人民 就會每天拿人民幣去換美金 那時候 習近平跳樓都不行 所以香港就必定 就是它死倆 含吹乃絕 它都要求美國佬 要跟它不要脫勾 好了 美國佬跟你掛勾的時候 美金繼續狂升 那你的港元就被人狂沽 那別人就當你提款機 那我就扔港元買美金 你就被迫要吃回你的港元 那些國際大鱷 就肯定的時候 就吹行了 就是你會脫勾 但是用這個方法 就不停在那裡拿錢走 拿到你多久 你就肉痛 看看你又要加息 你一加息 那你大混蛋了 你所有的樓市 全部就是因為那些Mortgage 搞不定 還有你樓市插水 銀行就會算了 以前借七成給你 就是三成的首期 拿到你的錢 但是現在你已經貶值到 借給你那七成已經不值錢了 就怎麼樣? 很可憐 你有錢給的就好 給不到的 接著的息口又這麼高 你沒有人工 沒有工作 賺不到錢 接著怎麼樣? 就臨當了 這一個情況 非常窄勢 現在我也看不到 有什麼問題 香港政府可以解決 老總 剛才你說到 我們要牽著大陸這支水 不知道誰是誰 中國裡面 剛剛已經公佈了 動態清零 令到五十萬間的餐廳 結業 再不要說這些 蘋果搬了他的廠 去印度陷機 還有 Toshiba 日本也搬了在廠房 三星又撤人走 而現在動態清零之後 令到中國裡面的工廠 全部停工 訂單被人剪單 搬走他的生產地 賠錢 比比街市 再加上你每天撩備 探喉 核酸測試 花的錢 已經令到整個中國的國庫空虛 每個省都爆炒 連這麼賺到錢的上海 赤字都十八億 好了 我想請問 中國現在還有多少錢剩 他沒有錢剩 就打回主意 如果你香港政府想著背靠祖國 兩個窮光彈 兩條的光棍 你眼看我眼 我就真是好看又好笑 所以現在是一起死 就是人類命運共同 這一個體 真是 人類命運共同 沒有眼睛看 我一想到這件事 見到你中國 衰老貼地 我就打不其然 從心底裡面 狂笑出來 真是不好意思 我的失態 你很正常 哈哈哈哈 其實呢 中國大陸的負債 最新數字 大概等於 四萬億 好像是 四萬億 中共GDP的三倍 是啊 是很恐怖 就是說 大陸現在是資不抵債 地方到中央 入不富之 中美人 他現在去沙地阿拉伯外訪 希望沙地的中東佬 繼續賣油給他 但是他拿人民幣結算 是傻子 真是低能力 沙地想想 我拿著你這麼多人 我在中國賣什麼 賣妓女去沙地去開夜總會 弱智 但是他現在在搞人民幣流通區 他現在說 我們有一天會取代美元的 所以現在我們開始 逐步逐步有一個人民幣流通區 包括俄羅斯 包括伊朗 包括沙特阿拉伯 包括委內瑞拉 包括北韓 包括古巴 就是那十幾個 他那些丐幫的手足 和那些同路人 他們這樣叫做人民幣流通區 自己自欺就說這樣 就可以對抗美元流通區 他完全不知道這個世界是怎樣 這就是因為小學還沒畢業 知識水平不夠高 沒有國際金融知識 沒有看香港人家書的後果 這些中東佬 是真是人 就是好錢多 但是人家未必是蠢的 中東佬是聰明的 中東佬是聰明的 中東佬的國家 是請了很多歐洲人 是幫他運動的 在金融方面 中東的投資 是無保不落的 鳳凰壓寶 還是什麼 無保不落 不是 鳳凰 鳳凰 什麼 無保不落 是啊 你想一下 中國有什麼 給這些中東人 中東人要一些 luxury的東西 勞斯萊斯 鑽石 金錶 美酒 紅酒 高檔設的東西 你中國 只有老乾媽 是不是 或者這些 真功夫 是不是 還有什麼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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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二波頭 這些 紅塔山的香煙 喂 中東佬這些東西 不要玩他們 他拿著你這麼多人仔 買不到東西 你不就是找他們來玩 所以 習近平 老實說 其實被中東佬擺了上台 他自己不知道 因為中東佬現在跟美國佬 就不是很聊天 但是中東佬 又怎麼會黏你的腦閘 做台戲出來 為什麼在西方裡面 招回一個好處 和西方裡面的關係密切 這些就是 根本的社會的秩序 是要怎麼走 有排都沒到你中國 唉 所以 習近平這樣的水平 治國 其實就是誤國 以至和國就多了 治不到國 不要說治國理政 你香港整個政局 就兩年貨擠 2020年搞國安法 到今天 一沉不起 到今天 香港 已經將過去25年 再乘死 150年以上的 基業 給你一拋清袋 以後再做不回香港 這樣的奇蹟 那就是這個 吳貴的股東不打爛 就是習近平的特色 沒錯 不重要的器官不割了 哈哈 他割得人多 總之割回自己最重要的神囊 自己割了中國的神囊 挺好 是的 是不是 我可以寫包單 中國沒有了香港 必死 沒有錢生 你中國任何裡面 沒有一個城市可以取代香港 是必然的事來的 唉 這個 他完全不知道 一種宏觀的普世價值 香港其實就是中國大陸的一個 很重要的殺手感 俄羅斯為何搞到這麼堅定 還是 鵝鵝鵝鵝 一敗塗地 就因為沒有了俄羅斯的香港 那中共撿到香港 應該真而重之 愛而識之 但它不是 它就要把你扔到地上 踩多幾腳 然後掃到垃圾桶 跟著就說 要虛席 那我一下就會講的 我們不講這一部分 總之 香港的財政 如果這樣輸下去 不耐玩 三幾年就 不止是紅底 簡直就是沒有底 簡直就是破產 香港變成不止是一個 fail city 簡直是一個broken city 來的了 那我希望我們都可以 很深入淺出 將這些重點 我們不會用哈佛知識 MIT的這些理論 我不懂這些 為什麼你說得這麼深 我們都是用common sense 滾了這麼多年的人 看過經濟的起落 歷史的教訓 是吧 宏觀的視野 怎麼都會有些 那些所謂的國家領導人 完全一丁點兒都沒有 一群這些垃圾 那你就很明白 為什麼我們香港人 這麼抗拒中共的管治 因為一群沒有水準 低質素 不為人民服務 沒有前瞻性 只是掛著自己 自嗨打飛機的那些垃圾政領導人 就是會將一個國家和民族 帶向一個死路 所以中國現在最興旺的一個行業 就是打飛機 是 這個全國打飛機 打到現在 每個人都很嗨 那開始 動態清零 混得久了之後 發覺打打下之後 無以為繼 精盡人亡 現在中國將會精盡人亡 所以習近平現在 不是放寬疫情 他要解救自己的政權危機 他救自己多過救人民 他根本就沒有將人民致上 沒有當生命致上 所以 不要看到他這麼崇高 他一點都不高貴 他純粹是自救 在講自救之前 我們不如轉一轉 都回來加書 加拿大 杜魯多 現在不管麻鷹 所謂麻鷹就快些落實 全國要建 幾百萬的房屋 管雞仔 管外國買家 1月1日開始 凡是 外國的買家 就不可以在加拿大買房 外國的房屋 違規的地產商 會被重罰 老鵝 我又在第N次 在香港人加書裡面 就是 在兩年前 杜魯多承諾 當選之後 會為加拿大提供 140萬個單位的房屋供應 到目前為止 老總 其實有多少個單位供應了呢? 沒有具體數字 我想幾十萬 會不會 也有一、二十萬 或者三、四十萬 我們用善心的估計 會不會有呢? 我不知道私營的人 就是財團蓋了多少 但是老實說 政府或者省政府 市政府蓋一些公營的廉租房屋 似乎完全是指紋樓梯響 又不是看到有什麼事情做了出來 好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加拿大樓市的肆熱 根本就是一個供求問題 我經常都聽到一個人 叫我 加拿大 或者是一些大的國土 一些版圖的地方 千萬不要玩房地產 為什麼? 地大脈搏 地大這麼大 千萬不要搏 只要它的供應 搞定了 其實根本上 整體的樓市 就不會像在香港 地小人多 這樣會炒得這麼肆熱 而加拿大 特別是多不多 以及蘭菇河 這兩個地方 都噴噴聲地上升的情況之下 主要的原因就是 根本政府有很多的條例 和 送領 application 令到沒有辦法 可以建更多的樓房 滿足市場的需要 而這兩個大城市 就是最多人想湧入住的地方 是 你不見 那些樓價的樓價會 會嚇死人 因為 不是 那些人好像我們 他們還在搶人材 要人們去 那些人住 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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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房 屋租 都比加拿大的 溫哥華 和多倫多 是比較輕輕的 那更不要說 那些 別的城市 就是去到 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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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的 是 Mini Pat 他們根本 永遠都能控制到 一個非常好的水平 這兩個大城市 兩個大省的城市 裡面的樓房這麼高 就是因為 一個就是靠西 一個就是靠東 掌管了 這兩個 整個國家的經濟 這些主要的 很多的活動 既然 就一定是 多人下去住的 多人下去住 你建不了樓 就自然貴了 關什麼 外國人來買 房地產的市 有外國的資金進來 其實 都是一件的好事 是不是 也可以帶旺了很多事情 合法的規管 或者你在第二個房套 或者第三屋 那裡 加重些稅 MD Home Tax 其實已經是做得很足夠的 是不是 你現在改善了 譬如我們的省長 Derek 已經說 很多的Strada 現在不准再 維持住 不讓別人租 希望可以放寬的事情 這些是正路而走的 而不是限制外國人 讓別人投資去買賣房地產 美國會不會這麼傻 我沒有聽過 美國人限制 外國人去美國 投資房地產 英國倫敦會不會 也不會 日本會不會 也不會 醒目的人 是不會做這麼弱智的行為的 洛偉 其實道路多 禁止外國人買加拿大房子 是聯邦法例 本身是侵犯了 加拿大省政府的 Jurisdiction 沒錯 基本上就是省政府的 管轄范圍 聯邦做這樣的 MT legislation 本身就是造秀 姿勢比實際多 有什麼人去聯邦賣樓 聯邦是一個概念 實際上是落到每一個省 每一個城市 才是買樓所在 所以我覺得 杜魯多真是 他不懂得好 他可以和習近平平起平 一樣弱視 這個根本不是你管的 現在實際上 那些省已經有限制外國買家 有這樣的禁令 關於 空接房屋稅 還有外國買的 比例各方面 你買了丟在那裡逼你租出來 是咯 這些已經在行 根本就不需要駕床店屋 所以杜魯多這些 這麼弱智的所謂 禁止外國人買加拿大房屋 這個做法 是完全沒有必要 第二就是無資 第三也起不了任何作用 甚至上 對加拿大的國際形象 是一個很負面的衝擊 我覺得 真的很失望 我如果想要加拿大移居 我想要先買一個房地產 然後申請 我一落地有地方做 但我還未有一個Landing status 那我買不到樓 那我簡單講一個例子 就是我自己設身的例子 是 我移民安省 在二十幾年前移民安省之前 我是安省的樓花的海外買家 當時沒有任何限制 說九十年代中 我買安省的樓花 當時我妹妹在那邊住 她買 然後阿哥給了那些 介紹書 很漂亮的那些報書 一搭一搭寄來香港 我看得多好 然後她買在她旁邊 買一間獨立屋 然後過幾年之後 都不夠幾年了 我又考慮移民 然後去回我所買屋的城市 就是這些正常的商業行為 我有能力去買 然後我也都是交到 就是這個所謂樓花 什麼都是我們要按劫各方面做到 銀行受理 你是不是交給私營經濟去搞定 何必政府 橫家 干預 吹奏一池春水 如果是她 我就不會這麼傻 多多外資 我都welcome 但是 你買的 如果限制她買幾個套房 你就已經是虧張了 當然 無限歡迎你 扔下來買我們的房地產 但是你賣的時候 我就跟你計算了 你不明白嗎 沒有 你壞的時候 第二間我就打幾個百分比 第三間我就打你幾個百分比 如此類推 我就閹你 弱智 回去做你的part time drama teacher 低能經濟的東西 你認識條鐵嗎 我們都不是認識很多 我們絕對是鋼來的 你到時賣樓 就去capital gain 各方面 你得罪 如果是用公司 斬你一項月 是不是 只怕你不來賣樓 沒錯 就不怕你賣出去 不怕你呆 不怕你傻 只怕你不呆 哈哈 哈哈 我和你都應該可以考慮一下 加拿大的經濟部 財政部 都應該想想 我們做一個看正外的顧問 還有認真地說 現在根本是一個 domestic demand rather than overseas demand 大家可以查到數據 就知道外國人買的樓 其實真的不是這麼多 不過說 我不知道杜魯多 是不是很擔心 美國人 會衝進來買我們加拿大的房地產 如果杜魯多 就是這樣 很明顯的 就是針對美國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在今時今日裡面 所有的貨幣都是在變值 只有美國人的貨幣 一直在升值 因為美金是很強還 美金對加拿大市 也是升到 媽媽都不認得 是不是 或者我們香港人 也有些大脅 香港人的港幣 對加拿大幣也是升了 但否則 我不覺得其他的 這些紫水 對我們的加拿大市 有任何的好處 那是不是很明顯 他很擔心 United States take over Canada 大舉入侵 買了我們的房地產 玩大富翁 那樣掃了我們幾條街 跟著美國 美國就 take over 加拿大 加拿大變了美國的另一個省呢 老鶴 很多美國人 都在不去加拿大的 你放心 他們自己住的條件 比我們好 走來這裡 只不過是第二套間 就是一些退休 休閒的房屋 所以不成比例 根本就是 阿尿都沒有力 所以為什麼要做這麼無謂的事呢 我的意思也是 海外的人 因為這個 閉席的問題 也不會發現 加拿大的 這個 property investment 是很 tempting的 沒錯 因為大家都知道 加拿大買屋 是容易 但是你在這裡生活 在這裡買賣之後 你要負擔的稅 你一定要計清楚 不是買屋是霸袖的 跟著後著的 所以 我們說 習近平不太懂得經濟 原來道路很多都不太行 那老總 就是在溫哥華 就是拿我們的地方來談 我們基本上 華人的這個地產經紀 就佔了至少沒有四成 也有五成的地產的項目 那就是 那些中國人想過來投資 那些華人的地產經紀 就哭了一句句 沒有生意做的 如果是這樣 喔 疫情這兩三年 都搞到他們 雞毛鴨血了 那現在再加上 杜魯多 就是踩多一腳 真的不行他死 那杜魯多 下一次選舉呢 可能這個 那麼外國人不是 這個加拿大房屋 都可能是 他一個致命傷來的 其實都是很無謂 就是所得的好處甚少 但是呢 又被人鬧通街 為什麼他做這麼傻的事呢 根本他最重要就是 應該是 拼命 跟那些省政府 去談 每一個省 你包起來了 幾多萬 一萬二萬 政府怎麼幫你 是咯 搞社會房屋 什麼都好 因為他說 建的那些房屋 是包羅萬有的嘛 有高尚的 也都有社會房屋 也都有廉租 也都有老人的 尷尬的 好多任他做 總之他夠數就可以了 他答應了一百四十萬 到時你 落到八九十萬 能夠做到 都會益到很多加拿大人 但他偏偏在這方面 好像 好像一籌莫展 我覺得呢 又是開大師債 騙選票 騙完之後呢 拜拜 喂 今天截止有英俊沒有本心嗎 是吧 政客也是 我不認為他英俊 你不要搞錯 你很多那些加拿大的婦女 那些白人的太太 姐姐 很喜歡她的 Sweet Heart 覺得她很有古巴風味 唉 最重要是不要生沙塞 哈哈哈 所以我個人認為 我就應該最適合她 不過奈我性格 不好 因為我的樣子很醜 醜人做政客肯定是怎樣的 你看看邱吉爾就知道 哈哈哈 你怎麼醜啊 你心地善良 安醜 但安善良 何況你不是醜 你是有型的 唉 中文用字不動 我們講到這裏 時間差不多 爆中了 對了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兩個台 記得subscribe我們 記得按個like 給comments 下次節目再談 拜拜 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